今天帶大家進來新界北區沙頭閣禁區 夏年元旦開始這裡將會進一步對外開放 整個沙頭閣都可以遊覽 除了這條街 不過是中英街對出一塊空地 就建了一個中英街花園 這裡最吸精的就是這個1比1火車頭 背景模仿香港舊式火車站 旁邊有個聯網台 可以眺望禁區中的禁區 中英街 現在只有拿著特定禁區許可證才可以進去 這條街接讓香港和深圳鹽田區 可以說是一街兩制 特區政府早排說 未來會不會開放中英街被人進去遊覽呢 首要是確保風險可控 而中英街掩殘站夏年活國大 由扇碰變屋仔 雖然去不到中英街 但可以去另一條街 就在這裡 新樓街 這條街建於1933至34年 牆上仲保留樹T字路牌 這條街屬於二級歷史建築 每行兩步都會看到行人路上面有兩條柱 這個是典型的廣州式騎樓建築 多數在深水埗和九龍城等的舊區才會見到 騎樓下面的通道可以被行人遮陽光擋雨水 這裡的設計還要是下鋪上居 走出去一何之隔就是內地了 我們可以見到對方還可以互相打招呼 沿著新樓街繼續向前走 就來到街角 這隻角有個名字 叫做沙頭角之角 T字路牌設計上面還有坐標 是來到沙頭角的必定打卡點 這裡還有一塊石碑 上面黑左日出沙頭月圓海角 向左望下這一群樓就是深圳鹽田區 經過沙頭角之角之後 走多大約五十步左右 就來到沙頭角公眾碼頭 這個碼頭是全香港最長的碼頭 大家可以猜猜到底它有多長呢 足足是二百八十米 由於海旁的水比較淺 船很難在這裡拍岸 所以碼頭就要延伸去到海中心 那裡的水深一點 由碼頭一路走 可以一路欣賞到小學生的壁畫 去到碼頭的盡頭是個燈塔 旁邊掛了天崖海角 在這裡都可以打翻張卡 還可以望出去見到更加遼闊的深圳 回到上岸了 有個雜族叫做武魚燈 武者舉起魚燈 模仿魚的姿態 好像魚群在舞動一樣 在魚燈網上這裡就有四個公仔 展示這種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藝 如果你已經行到累 就可以去到旁邊的日月亭裡休息 同時可以欣賞一下 沙頭角漁港的景色 沙頭角海被譽為一塊天然大鏡 海水映照著天空 水天一色 休息一下 我們就繼續走 去到順平街 街名寓意是順利平安 兩幅牆身都有精緻的壁畫 描繪著沙頭角傳統文化活動 天候照點 行多兩部有座舊消防局 在1962年投入服務 去到2004年就退役了 門前展示了個復刻版的首推消防車 想百年歷史的難 平日這部車不打開的 今天為我們移開 裏面有一條古舊消防喉 它和消防局一樣老 61歲 看完的話 我們再走多兩步 去到順興街看同物 這裡有兩隻福祥象 大家可以留意到 牆和象的發音很相似 所以民間有個說法 說摸摸象頭可以朝聚財氣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 Close up 它的象頭 隔著螢幕一起增加財溫 大家看看 這裡非常安靜 人聲少 斜聲都少 好像去了荒島 不過都有齊了所有日常生活所需 街市 超市 銀行等等 也有學校和老人院 這些顏綠色的 就是沙頭角村公公 最特別的是橙色 加上環間 感覺像不像沙文魚山 所以政府建設這樣 就確定了打卡位 建議大家打直影 讓我試一下效果 大家想進來沙頭角的話 無論是否香港居民 都要事先去到這個網址登記 申請禁區指 可以用全面 進去之後 選邊境禁區許可證 不是跟團的 就選個人 按進去 可以見到每日配額剩下多少 例如下年圓下 已經額回人 申請要最少3個工作天署來 暫時每日接受最多300個個人登記 名額先到先得 報團的人 梁同社會幫忙 個人旅客 要進來沙頭角禁區 不好意思 我得自駕遊 只可以乘這些巴士 或者專線小巴 臨走前 還可以去郵局寫出明信片 每款都附入沙頭角特色 例如沙頭角碼頭 漁港等 加上沙頭角郵局的獨特紀念印 就完成了 沙頭角開放給遊覽的時間 是早7點到晚上9點 如果想來的話 記得早點開畫行程 來到之後 記得不要騷擾到這裡的居民